好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线在这颗珠子上 就是这边的眼睛 这边是6颗珠子 线在左下方的这颗珠子上 然后第一步咱们右线 就是右手边的线往右过移 就是过这颗珠子 右手边的线往右过移 过一过以后呢 继续用这个右线 右线加一颗白色 一颗红色 红色就是它的嘴巴 然后最后回一颗白色 这样底下形成一个五珠圈 第二步左线往左边的这个 左线往左过两颗 右线加两颗白色 这样形成一个四珠圈 然后第三步 左线往左过两颗 就是过上面的两颗 过这颗和这颗 然后右线加两颗白色 这样上面也形成一个五珠圈 大家看一下上面一个五珠圈 下面一个五珠圈 这颗白色 对称的 然后第四步 左线往左过两颗 就是过这颗和这颗 左线往左边的 有点鱼 在上面一个 左边的颗 左边的颗 右边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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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的你看一下四瓶照成不管了 看一下电子板照成也不完 这样 然后现在我们用上面的这颗线 现在先过一颗 这样现在这颗珠子 我们用上面这边的线往左过一颗 过过以后还是用这根线不松手 加一颗大的鼻子 然后这样这两边的线就汇合了 汇合了现在打三条四节 到四节的时候要把它拉紧 打过三道四节过后呢 把线往这个珠子里边给它过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珠子配的是8号 7号 6 9号线来着 6号线吧 可以把结拉到珠子里边 可以拉进去了 用手拉的 先勒手的话就用牙咬一下 然后把线过到底下 不要露在上面 不好看 把旁边的珠子里边过一下 然后把多余的先剪掉 这样头部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来做下它的耳朵 先给大家找一下位置 把它这样放 然后呢 两边是对称的 在这颗和这颗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头顶上 头顶正中间有一个六株圈 然后在这边和这边 就是正中 大家看 把它一分为二 中间有六株圈 然后这旁边也有个六株圈 然后在第三个 这样 这两个六株圈的位置 在这颗珠子上提现 眼睛后面这个六株圈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起线 然后呢 第一 我们用下面 先用下面这个线 加三颗白色的柱子 这样形成一个四株圈 大家看一下 这里形成一个四株圈 然后左手边的线往上过一颗 过这颗 过这颗 过这颗白柱子 好 右手边的线呢 加两颗 接完两颗过后 不回线吧 直接给它打四接 加一遍的耳朵 就做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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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时间还是老样子 把这个线往旁边过两下 然后再给它剪掉 就是哪边能过往哪边过 哪边方便往哪边过线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 然后我们带大家看看这边 就是隔开一二三 第三个六楼圈 在第四个这个六楼圈上面 这样侧着放 在这颗柱子上起线 那个位置是完全对称的 我们也是先用下面这条线 加三颗白色的柱子 然后往上过一颗 然后加两颗柱子 然后大四截 把多余的线往旁边的柱子里边过两下 然后把它剪掉 然后这个头部就完成了 这个小熊的头部都是通用的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好 这里是月尼迪阿娃穿出体验坊 今天呢来教大家做一下这个小熊 这是一男一女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有哪哪些地方不一样 因为这个教程呢是一男一女一起录出来的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哪里的有区别 这个身体的部分呢是一模一样的 腿和胳膊的边法呢也是一样 只是这个男熊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腿这个地方呢 第一排是红色的 女熊的这个腿呢全部是白色的 这个这样 男熊的这个地方第一排全是红的 然后女熊呢比男熊多了一个裙子 多了上面一个蝴蝶结 到时候做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说的啊 现在呢我们就先开始做 这个头部的部分呢就不再叫了啊 因为我之前有编过一个头部 这是呢是用这个地球珠给大家录的 因为透明珠呢比较闪 如果用这个珠子录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看不清楚 所以呢就用地球珠给大家录 这样呢比较清晰一点 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从哪里起线啊 先取个2米左右 2.5米左右的吧 呃大家把这个头呢这样倒过来 倒过来放 然后呢鼻子和嘴对着自己 大家啊把它倒过来放 鼻子和嘴对着自己 然后正上方呢这个地方是4个5珠圈 1.2.3.4 上面呢正中间这个地方有个6珠圈 我们就从这个6珠圈起线 一会呢我们也是围绕这个6珠圈过线 不往别的地方过啊 只在这个6珠圈上面过线 我们从这个6珠圈的左下角的这一颗珠子起线 左下角的这一颗 这样 然后两边线对齐右线呢稍微留的长一点 比左线长个20厘米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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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 呃 右线 加4颗白色 最后一颗回线了啊 第4颗回线 第二步 首先往左过一颗 是围绕那个6珠圈过线的啊 右线 右线 加4颗 4颗彩色的啊 我今天用粉色的珠子教大家录的 4颗彩色 再最后一颗彩色回线 这里呢是新增一个6珠圈的 第三步 第三步 左过一 又加3颗彩色的 彩色的 新增5珠圈 新增5珠圈 第4步 左过一 又加上颗彩色 看这个灯往那边抹的啊 再来 还要去到 使用的 四颗彩色 这边 每个人都要去哪里 带了 这边 其实还要去哪里 抓起来 下颗彩色 做这边 就这样 我可以在这里 打开 切成六株圈 和这边的六株圈两个是对称的 这六株 左线往左过两颗 又加两颗白色 现在一个五株圈 这样第一排就做好了 第二排第一步 左线往左过一 这一排全部都是加彩色的了 右线加四颗彩色 形成六株圈 第二步 左过二 右加三颗彩色 形成六株圈 二线 一盏 赫萝卖 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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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 左过一又加三颗彩色 轻轻五珠圈 这四步 左过二又加三颗彩色 轻成六珠圈 轻轻五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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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五珠圈 轻五珠圈 左过二又加三颗彩色 轻轻六珠圈 轻五珠圈 第六步 左锅二 又加三颗彩色 形成六株圈 第七步 左锅一 又加三颗彩色 第八步 左锅三颗 锅一粉一白一粉 这样三颗 右线加上两颗粉色 形成六株圈 这样大家看一下 这一排就做好了 这一排就是两边 这个地方是五株圈 前面都是三个六株圈 第三排也全部都是彩色的株圈 第三排没有变化 全部是六株圈 第一步 左线往左过一颗 右线加上四颗彩色 第二步 第二步到第七步 左线往左过两颗 六株圈 右线加三颗 形成六株圈 这一排全部是这样的六株圈 这是第三步 四步 左过二 右加三 这是四步 六株圈 六株圈 6加3 6加3 第六部 多过2 6加3 第七部 第七部 左过2 又加3 最八部 也就是最后一部 左线过3颗 右线加上2颗 这样 形成一个6柱圈 然后呢 这一排8个6柱圈就做好了 然后下面一排呢 是6 有交替的 第一部 左线往左过1 右线加3颗 这个地方呢 第一部呢 是形成一个5柱圈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二部 这是一个六株圈 第三步 左线往左过两颗 右线加上两颗 形成五株圈 这一排就是五六五六这么交替的 下一步 左过二又加三 形成六株圈 第五步 左过二又加二 形成五株圈 第六步 左过二又加三 形成六株圈 第七步 左过三 形成五株圈 第八步 左线多过一颗 右线加上两颗 形成六株圈 好 这一层的做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层是五六株圈交替的 起头是五 就是五六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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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个是六株圈 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给它做个分底了 第一步 左线呢 往左锅上两颗 分底呢 就是四个五株圈 右线加上两颗 形成五株圈 形成五株圈 第二步 这三步 左线往左锅三颗 右线直接回上一颗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剩下这个五株圈呢 给它过一下线 然后呢 把它打上四截 然后过一下 然后过一下 然后呢 把多余的线先掉 这样呢 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呢 就做好了 然后呢 来教大家做一下 它的脚 我们取一些 一米左右的余线吧 一米五 一米五吧 取一米五左右的余线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五株圈 大家看一下 脚呢 是在这两个五株圈上做的 这两个五株圈 我们现在随便 从哪一颗起线吧 这个五株圈 看一下 从这边的 这边的这颗株的起线 这样放 然后左手边是左线 右手边是右线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编女熊的话呢 就大家看一下 这个女熊的话 就全部都是白色的 如果是男熊的话呢 就是第一排 是红色的 我们这边呢 就是用编女熊了 第一步又加三颗白色 男熊的话 这一步是三颗彩色 女熊的话 就是三颗白色 现在四株圈 然后我们围绕了 这个五株圈过线的 第二步 左线往左过一颗 右线加上三颗 不得右线加两颗 我说错了 就我们做的这个 全都是四株圈 第三步 往上过一颗 右线加上两颗 三颗 足够1 6加2克 3克 4克 5克 5克 6克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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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克